嗨,大家好,我是Susan,一位生活在新西兰的园艺爱好者,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小菜园里的菜是越长越慢了,很多朋友就开始等不及了 其实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温度对植物的影响非常重要 今天我就向大家分享一种在冬天生长非常快,非常好种的水培苗芽菜,碗豆苗 有朋友要问了,你下面的那个盘子是在哪里买的,其实呢,没有那么复杂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果我们没有专门的来种苗芽菜的盘子 是不是在家里也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种出碗豆苗呢?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我呢,就在店里买这种散装的碗豆,上面写着可发芽,说明呢,很多人都用它来种碗豆苗 虽然这种碗豆呢,不是专门用来发苗芽菜的,但是只要我们在收割的时候注意一点 它的口感和味道都是很不错的 买回家之后呢,我先用凉水给它泡了两天多 有一些呢,已经开始冒出来一个小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种了 这个呢,就是我用来种苗芽菜的盘子,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如果你没有呢,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包装盒,这个呢,是用来装香菇的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的盖子和底部呢,为了通气呢,都已经打好了洞 虽然它的盖子很浅,但是今天我也想把它用上,看看种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再找一个托盘接水,我呢,就在家里随便找了一个,可能尺寸不太合适啊 如果你有合适的托盘,那是最好不过的 这个钱的盘子呢,我找了几个托盘,那尺寸都不太理想 我先把它种上,过两天,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有朋友问我啊,要不要在托盘里铺纸 其实我个人铺纸呢,最主要是为了在碗豆没有长根的时候啊,保持湿润 今天呢,我们就铺一部分,留一部分 最后呢,看看两边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呢,我们用喷壶给它均匀的喷湿 把泡好的豆子均匀的铺在托盘里 把破损的豆子,一半的豆子给它挑出来 这些破损的豆子是不会再发芽了,它们腐烂的时候呢,就会发臭 然后我们上面再铺一层厨房用纸,然后用水给它喷湿 目的呢,也是为了保湿,等过两三天小苗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我呢,会在上面再盖一层布,这层布呢,不是为了遮光,也是为了保湿 然后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其他两盘也种好 种好之后呢,我就把它们放在厨房的窗台下 每天早晚两次,做饭之前呢,我会用清水给它们葱一下 这是第七天,小苗已经长得超过两厘米了 它的根呢,已经透过纸,还有篮子的缝隙长了出来 种子是植物储存养分的器官 所以芽苗菜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营养非常丰富 而且它味道清香,口感鲜嫩,做法又很多 不管是凉拌啊,烧汤,还是清炒,味道都很不错 非常值得在家里种一些 这是第九天,从现在开始呢,碗豆苗的生长速度会非常快 再过个三四天,我们就可以采收了 第十一天,今天我让它们出来晒晒太阳 现在呢,它们的根系呢,非常发达 需要的水量也很多 所以我会在托盘里呢,稍微留一点水 而且我们发现,瀑布铺纸没有任何的区别 第十三天,可以收割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些下面已经开始长侧芽了 我说过,这个碗豆的品种呢,不是为了吃芽苗菜的 它是我们普通的矮品种的碗豆 现在呢,只有十厘米高,但是上面呢,已经开始长虚了 一般呢,我会在十公分左右 上面开始长了一层虚的时候,就开始采收 如果这个时候再等的话呢,就很容易变老 一剪子下去,就已经闻到了豆苗的清香 今天晚上我要做一个清炒豆苗 就让我们迎着夕阳来剪豆苗吧 一盘收获好了,接下去我们就等着收获第二茶了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根须都已经结结实实地盘在了一起 而且我们从上面拉也拉不动 这样呢,在以后清理的时候呢,还是要废一点事儿的 我们需要用剪刀或者刀,把下面的根先剪掉 然后再从上面彻底地清理掉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用包装盖盖子种的 由于呢,它只是在周围一圈有洞,中间没有洞 所以呢,根呢,都长在了盒子的上面 根呢,都已经把豆苗给顶了起来 但是不影响豆苗的生长 由于盖子很浅,根又把豆苗给顶了起来 所以我剪的时候特别容易 而且我可以轻而易举的 就把根从盖子里完整地给脱离出来 大家看,这就是我最开始铺的纸 现在根呢,和它都合为一体了 同样,我还可以很容易地把它给放回去 让它继续生长 是不是觉得这个更方便? 所以啊,大家不要被容器给局限住 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豆苗 那么就开始行动吧 十几天后就可以有收获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同时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